下注也是非常有可能 所以他就选择放弃了他的勾议队 那我们看一下这张桌的积分牌 Ben Lam继续还是排第一 是229万5000的积分牌 那接着是Paul Foix 他现在是排第二 是150万的积分牌 接着就是Justin Bonomo David Benafield John Juanda 然后就是Makita Better Zekowski 目前的前注还是2万 中央位付两个前注4万 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在冀州岛 神话世界度假村 Landing Hotel 继续为大家带来25万港币买入的D2 短牌赛事 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到 这场比赛总共有65手买入 目前还剩11名玩家 前圈是8人 D2很可怕的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 我还在等到钱 你怕我 目前还剩两桌 没有 在游戏中我会很小心 在钱游戏中 每次都会 对 很小心 他很害怕 很害怕的 这一种 这个是一种 错的 在游戏中 三和三 好 这里在谈笑间 Benefield拿到A圈在观察位 直接选择All-in Juanda在这边拿到19 童话的牌 他又非常沮丧 他非常沮丧 看到钱之位在翻前已经打光的情况下 因为阿通跟我们说过 狗十、十九跟九八的这些牌 在短牌中是很有优势的 对 非常强 刚才在谈笑的时候 Migtai也跟大家说 他在锦标赛中是一个非常谨慎的玩家 每一手牌都玩得非常的小心 但是在cash game 他打得非常的松 每一次都会选择拳下 当然他的牌力支持的情况下 那现在我们转到轰台 160万的筹码在UTG拿到了90不同色 他选择直接弃牌 这手牌是翻后非常好的牌 但是在翻前 如果遭遇后置位的挤压 往往不会领先 但是也并不会落后太多 那这边我们看见 Wai Sean他问了一下 他筹码是多少 毕竟他有630万的筹码 而这个玩家只有35万 加上每个人2万的抵注 底次赔率其实是非常够的 他确定应该会选择跟住 因为他是装位 好 选择跟住 勾石是手好牌 但是很不幸地遇到了一手 被他主导的K10 我们看看我们的CHIP LEADER 今天的运势能不能继续延续 好 K77 那目前勾石比较的凶多几少 这转拍马上给了他很多out 不幸我们这手牌淘汰了Divorce 可以看到勾石这手牌 在翻后的游戏性 是真的发展面非常强 在如此一个几乎跟他毫无关系的 对 中已经没有希望的感觉 毫无关系的flop 在蹭上一张随便一张 任何一张牌都可以给他带来 无限的可能 那现在我们赛场剩十位玩家 所以短牌这个游戏 如何玩好顺子听牌 以及能组成强顺的一些买牌 如何游戏这些手牌 是这个游戏的关键 那这边我们回到蓝桌 费事是在前之位拿到勾石 选择跟住 波多姆的装卫圈八杂色 这手牌也不支持他做一些激进的squeeze 只能选择过牌 那我们看见四位瓦家进入flop 波多姆是8-8-9 每位玩家都没有击中任何的强牌 这里应该任意一位玩家的 dunk bet 都可以顺利收底 那这边我们看见benefield 他在枪口加2的位置 选择了做一个下注 那我知道就是benefield 他是一个数学非常厉害的一个玩家 这手牌里面 他在这个位置的下注扮演的是一张A 对 一般就是大家check到有位的玩家 他会下一个注 但是我们看见benefield 他选择了用枪口外加2的位置 后面还有两位玩家 他在系统里面应该已经演算过无数遍 在这样的牌面 这样的几位玩家 在flop拉出来A B B 然后B是一张A的情况下 这样子他偷吃成功力是有多高 这些都是经过严格的数学演算的 我们看见makeda他刚被搬家到另外一桌 他并没有被淘汰 目前我们应该场上还是剩下10位玩家 那么正好是两个五人桌 没给打过去会 应该 红桌会给他一个惊喜 哇 居然有人有600多万筹嘛 波东我们拿到了一手石钩 稳健的他依然选择跟注 那说真的我一般跟大家看视频的时候 就是会觉得 哦 世界很顶级的玩家们 他们应该打得很好 然后做很多bluff 做很多就是 但是实际上我就觉得他们就打得很晚 很稳健 对 很稳健 不管是长牌还是短牌 对 完全不像就是大家想象中的 就是不停地去操作 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对手一直在操作 只是他给你的形象 就让你觉得 哦 你就是有牌 我们都被bluff了 有可能 我们都被bluff了 但这边呢 我们很幸运的是 可以看见他们的手牌 也知道看见他们都打得非常谨慎 不过我还是知道 除了在一些豪克赛和超豪赛的这样子 就双方水平都很高的情况下 bluff和一些利用NAS Block的 手牌去隔离别人的一些下注会比较多 之外我们常规在看到主赛 以及一些小的边赛的打法中 他们高手更愿意选择value bet 而选择用更少的更低的炸虎频率 去游戏这个锦标赛 是 因为毕竟他们对整个主赛的玩家池 你不可能每个人都了解 因为主赛的玩家池是鱼龙混杂千奇百怪的 对 而且认识他们的玩家 比他们认识的玩家多很多 对对对 所以他们必须用一套比较保守稳健的策略 去慢慢的往前进 而且主赛的比赛一般性 玩家都会比较多 这里给了波诺那么一个特写 波兰不惊的 面孔上 写满了淡定 这是一个在2018年横扫天下的男人 应该是2017年 17年 17年 去年是Alex Fox 去年是Alex Fox 对 最佳玩家 在当年波诺莫还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红毛 对 染了一头很跳的鲜艳的红色 那他选的那个红色是粉红色 对对对 非常的艳粉色应该这么说 和他现在的气质完全完全不像 完全不同 对 天壤之别 那这边我们看见一个很像样的一个flop AA9 对 三家玩家都击中了9 仿佛是直接发了个炸弹 那么选择领先下注 如果这里选择跟注的话 那么19是可以轻易起排 那转排上我们看见Paul Foy 他多了ELTS 他现在是可以有买花的机会 众队买童花 这是一首很不错的牌力 并且在对手拥有跟他相同踢脚的情况下 他目前已经是处于free road的状态 好 两家是 目前LAM选择check 过牌给Paul 还可以 可要下注一个15万左右的筹码 13万5千 在28万的底池里面下注13万5千 正好半持不到 把难题留给了ELM 他这一球非常的艰难 因为他这手圈九实在是过于边缘 在没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 他选择强势跟注 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跟注 他这盒牌发出来个A 盒牌发A 那么两家玩家应该都很难再支持行动了 好 check check 可以看到位置优势在短牌里面显得尤为重要 同样的手牌 后位玩家可以很轻松的下注 而且这位玩家 在转牌的跟注就显得 非常的吃力 很考验水平 可能一般的玩家在这里 可能就负掉了他的圈九 如何进行翻后游戏去实现自己翻前手牌的权益 是短牌里面的核心要素之一 每个人都是ICMGTO 张主王的在吐槽 在开玩笑 因为刚刚LAM用了一手非常边缘的牌力 在TEN上跟注了一个半池 他所说的ICM是 独立筹码模型 在锦标赛中 你的筹码跟你的奖金比 是尤为重要的 我建议任何一个想要钻研锦标赛的牌手 可以去学习一下ICM独立筹码模型 所谓的GTO 也就是最佳游戏策略 其实近几年来比较风靡的一种长牌理论 我不知道在短牌里面有没有GTO 有些职系业的玩家他们会跟你说 不学ICM就等于在烧钱 是吗 对 他们说锦标赛里面ICM有可能是最重要的 对 的确是这样子 但有很多一心冲冠的玩家觉得 我不需要ICM 因为我不需要进入前圈 我的眼里只有冠军 你考虑了ICM会比较难赢冠军 对 就是你在不懂ICM之前 你就是从前三的 就是几率有时候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呢你知道ICM之后 你就是这样跳 跳名次 机会就更多 更多对 那特别是就是这种大型比赛 或者是豪克赛 对他们的money jump非常的大 对 但是也不是哦 就是我依然觉得 不管你是否选择去考虑ICM 但你必须去弄懂它 因为你可以选择 我不按照ICM打 对 但是你不能说我就 我不按照它打我就干脆不学了 是 因为ICM你学会了会让你 就是了解桌上这些玩家 为什么这样去打 对 而且你可以这样去攻击它们 对 那这边我们看见枪口卫 Bonnomo拿了一对A 对 特别是短桌的时候 特别是大型锦标赛到Final Table 短桌的时候 ICM的挤压和剥削是特别重要的 对 也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 对 很多人像我打EPT的时候 觉得我在Final Table 打得这么松胸 其实我是一个很紧的玩家 包括其实 你现在不停的帮自己做广告 说自己很紧 我真的是一个很紧的玩家 锦标赛都是这样子的 在得一的时候最紧 我紧到就是那种 我下手会做了一个老爷爷玩家 是那种很紧很紧的 然后3B都是AK家的台里 然后我有时候枪口拿到圈圈 开了一个Open 他贴身做了一个四倍的3B 我就在Fall到我的时候 直接丢了吗 我直接就丢了圈圈 在后手筹码还有60个BB的时候 我直接就Fall掉了圈圈 连赛的都不去买 可以看到这里波诺们拿到了一手AA 然后另外两位玩家都有击中 那这边Ben Lam在观察波诺们 也胜利有带杀器 所以在排桌上 你可以尽情的去关注你的对手 去凝视他给对方压力 在其他的场合 可能这是一个比较不礼貌的行为 但是在排桌上绝对OK 有人问过麦当郎 他就是给看玩家的时候 他在看什么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看 我就给他们压力 就是他完完全全做了 就是这是一个他game里面的一部分 就是让人家很难受 下次对方跟他打的时候 有可能要三四 对 对 底池里面三十万 两位后手是分别是一百万和一百四十万 那这个转排出来 是让Bonnomer卖下来的一个牌 也是他比较怕的一排 因为呢 Benefield在这边 他有可能是在买花 这就是位置的优势 拥有更强排力的玩家在前置位 只能选择更保守的打法 对 以防由于位置而被剥削 那我们也知道 他AA这里一定是选择check call check call 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短排里面 买花就是也很困难 对 所以我们 他这里依然能赢对手的很多组合 类似他手上的K圈 对 赢很多的顶队 也很多的 赢很多的bluff 赢一些圈时 但是如果他AA主动dunk出去 然后被遭遇race回来的话 会非常难受 对会非常难受 甚至很多时候会fall掉 那这边和牌又出了一张美花 在这种情况下 两家玩家都没有文文文花 对 如果bonomer过牌的话 benefit他会选择下注吗 呃 这个时候当两家玩家都在惊悚面的时候 那么 后这位玩家的优势会非常非常大 就看他愿不愿意开出这一枪 如果bonomer在前卫选择过牌 如果bonomer在前卫选择过牌 那么他应该是扛不住对手的第三枪 那么他应该是扛不住对手的第三枪 他应该要做一个大的下注 漂亮 他下注了40万 对 因为他不能在这里下小注 下小注的话 呃 看上去像是一个VValue对手 会拿很多的梅花去开了他 这就是一个2017年很扫天下的男人 在这样的惊悚面前置位 选择在60万的底池里面直接下注40万 很多人都很多平庸的玩家都会在惊悚面选择 对 他们一般都会选择过牌 大部分的玩家群体在这样子的惊悚面上 是很难做出一些激进的炸虎和激进的跟注 都会觉得人家打出来就是有牌 然后有很强的花 对 这些面是大家最怕的那些面 对 但实际上这些面上你会发现 呃 当你打出去的时候对手能call你的东西也非常少 嗯 甚至刚刚的面上 呃有一些小的梅花也剩 基本call不住40万的bet 对手能call住你的整副牌 可能就只有那么一两张牌 对 就是草花A和草花K 对 因为他打了一个三分之二的这种pot size 那这边我们看见John Juanda在Hijack会 拿了54万积分牌all in 但是不幸的是Paul Foix在前卫跟注的是A圈 那我们看见这边Paul Foix 他会不会用A圈call呢 他call 他会不会用A圈奏 这是说他 Giwanda 对 Giwanda非常的幽默 对 因为他的筹码量我们可以看见他很少 他的筹码量已经很少 然后他没有选择 他说他没有选择 我只能去选择这样子游戏这手牌 也的确已经到了范围 22个Big Blind不到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他们 还是有一半的chop率 评分是33% 那这边转牌我们可以看见John Juanda 非常好 对他可以有买花的机会了 7 out to win I take a chop now 5 5 chop 6 black one 哇 非常非常的幸运 非常幸运 而且我们看见Paul Foix手上 也有一张梅花的圈 那意思就是让Giwanda也少了outs 但是很幸运的中文 上帝总会眷顾 这些勤奋而又亲切的玩家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 John Juanda跟Paul Foix好像是很好的朋友 我给你一个 你都得到 仿佛John Juanda跟所有人都是很好的朋友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任何人 有过不好的脸孔 对他在桌上也是一个话挺多 很友善的一个玩家 对看见他在任何时候他都面带笑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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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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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